感觉两个孩子在海水里泡着泡着就长大了 最近马来西亚的免签政策成为热门话题 暑假外公外婆来槟城看两个外孙女的时候还需要签证呢 因为我人在槟城只能通过携程代办 办理过程还是挺方便的 就是需要签证费和代办费 现在放开了省钱又省力 接下来可以预见到马来西亚的旅游又会刷一波热度 那么槟城一定又是热中之热了 记得08年我们的蜜月旅行 当时选的是德国奥地利 十天的时间跑了两个国家大概六七个城市 自己制定的旅行线路 booking上预定的酒店 提前在德铁网站上买好的火车票 还有提前购好的浪漫之路巴士车票 做足了功课的自由行 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深度流浪 毕竟那时候还有一周英法德意澳的旅行线路 然而即便如此 一场旅行结束还是感觉很疲惫 现在回头想想 那是必然的 槟城这么一个不算大的城市 每一个月的时间都觉得玩不过来呢 当时的安排确实是太仓促了 不过这也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那时候出趟国都挺不容易的 申请护照办理签证买机票订酒店 每个过程都是过五关斩六将 而且很贵 很多费用都是提前支付不可退款的 所以出来一次就尽量多跑点地方 否则就感觉特别亏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吧 现在不一样了 特别像东南亚 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可以像跑亲戚一样串门 所以旅行线路的安排可以更从容一些 确实 槟城是一个值得在这里好好生活 好好发掘的宝藏城市 所以我们只要有时间 就会在这座城市里游走闲逛 时常会下意识比较 我们待过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 去体会不同的文化带来的不同感受 我们爱旅游 但有了孩子后 旅游目的地会有些不一样 两个人的时候 可以从上阿莫高到林德霍夫公 十几公里的山路 花几个小时脚踏车往返 可以在充满学术氛围的牛津 沿着窄窄的街道 从一个古老的学院再转进另外一个 也可以趁着毛毛细雨爬若草山 到了山上看雨季天晴的美景 而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 我们的行程太累了 最好不要跑来跑去 玩水胜过一切 他们可以在游泳池铺腾一下午 也可以在沙滩上耗上一整天 而我们却觉得选一片合适的沙滩不容易 关键沙滩不仅要美 还希望人不要太多 而且还不能仅仅只有沙滩 否则未免太无趣了些 离家最近的沙滩虽然走走五分钟就到 但是海水不够清澈 而往拔都丁一的盘山公路过去 虽然一路也有不少公共沙滩 但是人会比较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们发现 原来一家好的度假酒店 就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 一家好的酒店会是一个城市的地标 而旅游城市的酒店更往往占据了绝佳的地理位置 就好像拔都丁一海滩沿线的酒店群 拔都丁一海滩位于冰岛的北岸 面向马六甲海峡 海滩水清沙细 被称为冰城最美的沙滩 那白色细软沙滩覆盖着的连绵三公里的海岸线上 集中了十多座星级度假酒店 碰到天气超好而又想玩水的日子 我们时常会从中挑选心仪的一间直奔酒店 去拔都丁一盘山公路也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 沿途十二十郁郁匆匆的树木和陡峭石壁 突然一个转弯 面前就会是一片湛蓝的大海 而再一转弯又是满眼的绿色了 在这九区十八弯的山路上 每一次转弯都是一次惊喜 当道路突然驱直时 就进入了拔都丁一的小镇中心 马上要到目的地了 来到酒店门口 总会先和礼貌询问的门卫打个照面 得知我们是去酒吧喝下午茶时 会礼貌放行 很明显 即使不是住店 在槟城去酒店消费的客人 也是同样被欢迎和被尊重的 酒吧就在沙滩旁边 名字也很美 Sunset 我们只需点上两杯饮料 高兴的话再叫些小时 就可以悠闲地陪着姐妹俩玩沙子 扔石子了 旁边也有人骑马 玩香蕉船 滑水冲浪等水上项目 而我们更喜欢坐在沙滩上 就这么看着远处的浩瀚海面发发呆 天气好的时候 还能看得见几打的日来风 然后就这样 一直待到日落也不会有人打扰你 酒店的服务人员 好像为了让你更自在 有刻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但当你迎上他的目光时 对方又会立刻对你投影微笑 给到及时的回应 记得第一次来时 还会担心喝完咖啡 如果依然待在酒店玩 会不会招人厌烦 后来发现酒店的人真的非常友好 当看到姐妹俩玩好水 身上湿漉漉的 甚至还会让她们去拿热毛巾擦拭 以免感冒 能感觉得到她们是真心欢迎你来到酒店 如果按照之前在国内的惯性思维 不是住店客人 怎么可能进得去酒店的沙滩呢 特别还是四星五星的度假酒店 甚至喝完咖啡 待的时间过长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会觉得如果不马上走人 至少应该再点些东西 否则就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似的 然而在槟城 我真正体会到了 高级酒店不代表酒店的高高在上 巨人千里之外 也不是价格的高傲 而是聚集了很多高尚善良的人们 人才是一间酒店的灵魂 而像这样的酒店不是一间而已 继续往西再开个十分钟 这一路人更少一些 更幽静一些 海面的景致也更开阔一些 到了直落八巷 就是我们之前新发现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门卫同样也是礼貌有家 因为刚刚开张没多久 所以人并不太多 入口外观工业风看似平平无奇的酒店 内侧设计却是让人眼前一亮 现代轻松的度假酒店 鸟惹风的餐厅 无边泳池 随风摇曳的椰子树 惬意的沙发坐 点上一杯咖啡 就算稍贵一点也只要十几令吉 配上无敌海景 整个空气里都弥漫了自由的气息 真的是感觉太放松了 突然想起了 去吃过两次自作餐的古董酒店 在乔治城附近 虽然不能玩水 但用餐结束后可以四处走动 酒店内还陈列了一些历史档案 可供参观 非常友好 能感受得到浓浓的殖民地风情 和岁月流经 当你心满意足离开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 有时甚至连几块钱的停车费也不收 这应该也是人情味的一种吧 所以一家好的酒店 连一次用餐也能让你感觉 像是一次旅行 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和美好 我是ATSEZ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 下次我还会在这里 继续和你分享 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